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谷论经 我是老潘 这个视频主要是一个介绍的视频 上个视频我跟大家说过下一个爆雷的交易所 不知道是哪个交易所 所以大家不要信任任何的交易所 即使是币安 最好也不要把大量的币放在这个交易所里面 要把它提到自己的钱包 提到自己的最佳选择是提到一个冷钱包 如果你没有冷钱包 我刚才去买一个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冷钱包 那么在现在先把它提到你的Metamask钱包里面去 之后冷钱包到了以后 再从Metamask里面转到你的冷钱包 这是大家最佳的选择 那这一次呢 我就把我们在我的两个会员视频 这是大概好几好几个月以前做的视频 我们的会员已经看过之后很久了 里面一个视频呢 就是如何操作这个Metamask去 当你使用这个Metamask的时候呢 你要跟一些网站进行交互 然后这个网站就会要你 Approve 他能使用你这个钱包里面的这个token 而有些人操作不当 他就会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币的数量全部都交给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就可以随时把你把这个币给提走 所以要怎么防止出现这种操作上的错误 我就把这个会员视频公布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另一个是如何使用这个ledger来进行这个冷钱包的操作 冷钱包我再说一次 他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把币转到这个冷钱包里面去 他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呢 他里面的地址 冷钱包里面的地址 仍然是在区块链上面 冷钱包的作用 就是他的私钥 是保存在这个冷钱包里面 是不会跑到网上去 除非你手剑 要把你这个冷钱包里面的私钥给抄出来 然后自己放到网上去 否则的话 他的私钥绝对不会跑到网上去 而且 在Metamask上跟你冷钱包 连在一起的时候 除非黑客拿到了你的冷钱包 否则的话他无法把你这个Metamask里面的币种转走 因为每次转的时候必须要使用这个冷钱包来按上面的按钮来同意 才能把这个币转走 所以他的安全性要比热钱包要好得多 所以这个视频呢 就告诉大家一些基本的这个操作 怎么使用你的冷钱包 两个都是会员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好 然后今天我们就先不看盘了 这个盘面呢 现在正在反弹中 希望这个可以反弹得久一点 我们 估计明天我再做一个视频 来看一下现在的盘面 好 这个视频就先说到这 对我们 这个谈谷论金电报群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在视频开头跟结尾的QR Code来加入 加入里头 如果对我们的会员 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谈谷论金电报群里面来找我 也可以直接在这个 在这个YouTube直接加入我们的会员 两种选择都可以 好 这个视频就先说到这 祝大家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